热点资讯时时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 已于近期启动 本次共选拔12至14名预备航天员 包括航天驾驶员7至8名 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共5至6名 其中,载荷专家2名左右 航天驾驶员在陆海空三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 航天飞行工程师在从事航空航天工程 及相关领域专业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中选拔 再和专家在从事空间科学研究 及应用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中选拔 此次预备航天员选拔 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统一组织实施 预计一年半左右时间完成 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再和专家 香港特首李家超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 形容这是振奋人心的喜讯 极具历史性意义 表示已委派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 负责跨局协调及宣传教育工作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负责具体选拔工作 香港创科工业局长密麦德韦说 港府安排初选招募期为10月6日至10月27日 进一步选拔由大陆进行 港府初选将透过 1.11间本地大学 2.港府无所研究中心 生产力促进局 3.数码港 科学园内科研机构 4.政府机构和医院管理局等选拔人才 同时考虑四途径以外人选 黄伟伦指出 申请人必须为香港永久居民中的大陆公民 受训人过程期间可获港府适当津贴 不用担心生活 至于受训相信不在香港 而是大陆中央安排 麦德韦表示 人员需符合年龄体格要求 专业要求至少为博士学位 专业领域经验不少于三年 申请人需在30至45岁 男性身高需在162至175公分 女性则需在160至175公分 申请人要体格非常好 身体健康 不能有过敏体质 没有影响飞行服务的飞行病史和家族病史 被问及是否包括感染新冠 他表示会由专家考虑 多名本港立法会议员表示十分兴奋 形容这是国家送给香港的一份国庆节大礼 体现了中央对香港青年的厚爱与厚望 他们说此举令港青的太空梦不再遥远 相信将有更多人投身科技研究工作 以及进一步提升港澳青少年的国家民族认同感 国际宇航连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席杨宇光日前表示 空间站建成后 有望看到中国第三批航天员的身影 未来国外科学家和工程师造访中国空间站的可能性非常高 天地往返飞行器一般要求有两个人具备驾驶能力 以保证飞行安全 因此指令长通常从飞行员中领选 其他成组成员可从科研人员中选拔 以开展生物学物理学等领域的研究 从技术层面讲 还存在国外航天器来访的可能性 到今年10月 孟天号实验舱成功发射 天宫空间站一期项目正式建成后 天宫空间站并不会急于开展中外合作 而是会到2024年配套的巡天号太空望远镜 也一起发射升空后 并最早在2025至2026年开展中外航天合作 允许外国航天员搭乘中国载人飞船 前往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天宫空间站 此前有外国宇航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要前往中国空间站 欧洲宇航员萨曼莎和马蒂亚斯 也在烟台参加过中国的海上搜救训练 第一个登上中国空间站的外国宇航员 可能是个女博士 据悉 挪威的拉罗斯博士 有可能将作为第一个外国宇航员 执行为期31天的中国空间站科研任务 拉罗斯博士是空间肿瘤研究的首席研究员 该研究是空间技术 干细胞生物学和政策与法律伦理交叉领域的 前沿癌症研究组合 这也是有史以来在外太空进行的最先进和生理相关的癌症研究 拉罗斯博士的研究旨在确定宇宙辐射的独特突变特征 以便在宇航员和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中 及早发现癌症和其他慢性疾病 它还旨在通过暴露于外太空微重力环境后的基因表达变化 来减缓或阻止肿瘤类器官的生长 太空中的肿瘤由欧洲航天局下面的一个项目资助 并得到挪威航天局的支持 拉罗斯博士是挪威科学技术大学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的研究主管 我国和挪威在此领域一直有合作 现阶段为了进入太空 它正在欧盟接受相关的航天飞行训练 等到2022年空间站正式建成后 首先进入空间站的航天员肯定都是专业选拔的航天员 后面才会逐渐允许非专业航天员出身的其他领域专家 进入天空空间站进行某项科学空间实验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看出 而这位姿称自己会在2025年前后搭乘中国神舟飞船 进入天空空间站的女研究员就属于科研人员一类 从载人航天发展来说 天空空间站从设计发射到组件 技术资金人才全部是我国自己的 那么天空空间站建成后 进行诸多科学实验 肯定是我国优先的这一点也毋庸置疑 而且天空空间站虽然全面建成后 最多可以六七个人同时载轨 但是现阶段对于我国而言 我们建设天空空间站 除了要满足我国诸多航天载轨空间实验外 对于此前从未进行过数月整年 乃至数年长期载轨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而言 天空空间站设计寿命长达十年之久 如何保证空间站能够长期载轨运行 都是需要通过多批次航天员进驻 一点一点摸索和总结出来的 那么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2025年对外开展中外航天合作 其实已经算是进度快的了 2025至2026年这个时间节点 恰好是国际空间站正式退役前后 对于此前参与过国际空间站 且已经允许进入天空空间站的 其他国家航天员而言 恰好前后能够衔接上 可能你不知道 所有外国宇航员参与在中国空间站 做太空试验 不仅要付费 其技术成果是和中国共享的 这是上太空的条件之一 不会存在隐瞒 因为所有设备都是中国空间站提供 包括记录用的电脑和传输数据链 然而18个合作国家中并没有美国 NASA局长多次发声 称希望中国在空间站的国际合作方面 保持开放态度 同时允许美国对中国的太空发展进行审查 这显然是摆出了一副傲慢的架子 似乎全世界的太空计划都要由美国主导 对于中国空间站使用了中文仪式 NASA的发言人更是认为 中国的空间站应该采用国际标准使用英文 如今使用中文则是违反了所谓的国际标准 对此香港的一位女主持人周杰盈 在节目中回击道 天工号空间站是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空间站 是属于中国的私有财产 本就有权利拒绝其他国家进入 而之所以同意其他国家加入 完全是为了共同开展科研工作 在自己的空间站使用中文是无可厚非的 周杰盈说 极度的人仍在指指点点 而真正想参与的太空人 一早已经开始学习中文了 有些西方国家以中文难学 英文已经是世界通用语言 来指责中国空间站不守规矩 但学起来难并不代表学不了 事实上 很多国家已经看到了中文的重要性 逐渐培养自己的宇航员学习中文了 俄罗斯已经将中文纳入了学校的课程中 欧洲在2015年与中国建立合作之后 他们的宇航员也都已经开始学习中文 作为欧洲宇航员中心与中国合作项目负责人 来自德国的宇航员马天 从2012年就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和汉字 马天认为 虽然中文不好学 但学好中文非常重要 可见 纳尔逊所说的开放态度 中国史中都是有的 他如此反复强调 反而有那么几分 以子之矛公子之盾的意思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